路上車輛來來去去 總免不了有違規的時候 不管是超速還是違停 只法遠景舉起相機 捕捉違規車輛的踪影 駕駛人不在場 就登記車牌進行舉發 查出車籍資料寄送交通罰單 但是台北市政府內部公文流出 上頭提到 對於無法查知實際汽車所有人 駕駛人的案件 既無從得知違規人身分 將剔除違規照片不予舉發 最常碰上的就是 車籍資料登記的是公司航號 但是一旦公司倒了 要開罰 可能警方也束手無策 排照異常我們會退回 給原舉發單位來做一個查證 查證這個規則對象 確認以後我們會再舉發 隨著景氣不如以往 不少小公司倒閉 也造成每個月 大約一二十件 排照異常的案件 不過警方也強調 按照標準的SOP程序 是要先將問題罰單 退回原告發單位調查 了解排照異常的原因 要是是公司倒了 或是車主過世 就找責任歸屬對象 例如公司的負責人 或是車主繼承人進行開罰 如果都找不到人 才會撤銷罰單 9月份高雄才發生 遠景追逐違規 間接造成少女喪命意外 現在遠景取締違規 大多敢用拍照舉發 確保安全 但用碰上拍照異常 可能無法裁罰 如今警方只能擴大 路檢強度 避免有心人 把腦筋動到牌照上 企圖規避違規責任 記者李嘉明 真人宗 台北報導